大家好 我叫李广 今年23岁 来自长城市南家镇 我的爱情宣言是 任宋外号小宝哥 全程热恋找老婆 我叫李广 今年23岁 任宋外号小李广花荣 家住长城市南家镇国家村 现家有一场多地 地暂时种绿花树 父母跟别人合伙 大概一年收入在十多万左右 因为占地我家分了四套房子 其实房子也没多大 一个九十的三个七十的 我的名下有两套房子 现在任宋外号叫房格 其实我不喜欢这个称呼 好像我在炫富一样 我这人脾气不达好 小时候总爱打架 小时候跟别人唠唠嗑 瞅得不顺心就打他了一顿 最严重的时候给人比两个打坏了 赔了三万块钱 但是现在长大了 脾气好多了 我有过三次感情经历 第一段是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那时候不懂感情 最后我升学了 我俩就分手了 第二段感情经历的时候 是我上初中的时候 那时我俩出了四年 最后他嫌我个儿 之后我俩就分手了 他找一个一米九十多的 第三段感情是 我俩在一起两年多 最后他嫌我没有钱 之后他就找一个大大七岁的 非常有钱的 其实现在我感觉 现在女孩特别现实 对他好不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很要神 我感觉我在感情上 就是个大骗子 就像全世界唱的一首歌一样 小骗子能骗意识 大骗子能骗你一辈子 最后我想说的一句话是 爱美之心人人有 所以我感觉 我以后的女朋友 一定不会丑了 所以别灭我 灭我你对自己 太没有信心了吧 学好 东哥 你说灭你灯就没自信是吗 对 你把那个衣服揍起来 揍到这个位置就行 没让你脱啊 你进去啥呀 揍起来我看一眼 你都没有那六块腹肌呢 凭什么要求我给你留灯呢 你是真听话 让你揍你就揍啊 我这人实惠 就是别说啥我就试啥 就是我这人傻呢 现在也没有对象呢 所以就来到这儿 王汉他 我咋的了 东哥 你太狠了 真是防护胜防啊 虽然现在场上十六盏灯都灭了 那么接下来爱咋咋地 算了 我回去了 咋的呢 感觉机会多好啊 刚才都有 都已经有交流和沟通了 小伙子条件特别优越 家里好几套房子 对 而且在长春兰家住 什么情况 给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 那是我们的女嘉宾候选区 来 把话筒 话筒 话筒递一下 一般呢站不到这个舞台上的姑娘 他们后背的这些姑娘 都是在那个位置坐着的 所以他们也会看每期节目的录制 顺便呢看一下场上的这些 小伙子的表现 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姑娘 大家好 我是来自延边 是一名潮组叫韩银花 今年21岁 你是 是什么力量让你站起来 就感觉小伙子挺好的 但是台上都灭灯了 想争取一下 喜欢小伙子呢 感觉都挺好的 然后性格也好 然后长相什么都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给你个机会站到台上来 来 掌声欢迎 小伙子 挺好 美女 挺好 不错 我喜欢这样的就是女孩特别主动的 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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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急 大家要紧急 我发现了 我们全身练的观众是什么 台上站一男一女牵手在一起 不管有没有感情 就哎呀 快走吧 就是这样的 别着急 恨不得俩人一出场 大伙就喊这句 对对对对 一花是朝鲜族姑娘是吧 对 能不能用特有的朝鲜族姑娘 那种温柔的语气 可以跟小伙子做一个最独特的告白 我爸 我爱你哦 你说 用话头说刚才那句话 我说给我整不会的 谢谢你选择我 但是一定不会让你选错 以后 以后我照顾你 但是咱俩得在台下 还得好好地在一起接触接触 毕竟咱俩是第一次 我爱你 我爱你 加支 calibsuper 台上 都灭来了 想争取一下 想争取一下 把我照顾红了 我想问的是 她一出场你就喜欢上了吗 对 喜欢到什么程度了 就是挺好的 感觉挺合适的 那场上那么多姑娘 跟她交流的时候 你什么心情 刚开始一直仔细听 然后后来后期就听不下去了 就不知道说了什么了 后来灯都灭了之后 你什么感觉 就一直紧张 应该是灯都灭了 开心得不得了 可下掉我手里了 跟我走吧 掌声祝福他们 祝你们幸福